早前被爆出欠了新加坡赌场巨额赌债 逼得赌场发律师喊追债 近日又有前员工爆料 张玉琪老公拖欠的贷款和工人工资 已经高达数亿 截至2017年4月底为止 远巴元总欠款至少有3.65亿 据该员工介绍 远巴元的老赖行为由来已久 早在2010年 他又欠了很多广州服装厂的钱 并因为外债过多而破产 去年4月 远巴元公司法人变更 也一次是为了躲债 该员工还称 远巴元平时很喜欢打德州扑克 有时候一输就是100万 近来远巴元公司的资金链 也一直很紧张 目前张玉琪开的私人飞机 住的豪宅都是租的